岁末年中很多家庭都要开始大扫除了有一名化学教授提报 市面上标示抗菌含有香精的清洁剂 九成以上含有致癌物质 像是洗手乳很可能就危害了身体健康 建议洗手还是用肥皂最好 每天都在接触的清洁剂 不管是用来擦地的、洗碗的、洗衣服的 甚至是用来洗手的 几乎九成以上都标示有抗菌、抑菌、致菌的成分 而且几乎都加了香精 不过化学教授提报 这些竟然都含有有毒的致癌物质 大部分他都不会正式地把说 像是DM、HT或者是AMP这个名字写出来 一面用洗手乳的时候 你可能就一面产生甲醛 一面呼吸、一面让甲醛 透过我们的皮肤进到身体里面 会造成我们的呼吸道的这个系统 受到破坏或者是癌化 而天气冷 小心在外头喝到的大骨汤 是用化学的大骨粉调出来的 这样小小一点就能调出50碗 喝起来闻起来很像泡面 但是配料加上去难辨真假 很多拉面、火锅、泡面 就是用这种汤头 吃了这些东西之后 你身体本身会有自动的欲望 需要喝大量的水 你会感觉到口干舌燥 会影响到我们神经传导 然后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 联邸大扫除化学教授的建议 抗菌含香精的清洁剂不要用 最好选用有环保标章的 或是用天然植物油做出来的肥皂 比较不会造成身体负担 感谢观看